第103集 第六案 满汉全席 当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还剩一个时 不管有多么的不可能 那都是真相 夏洛克 福尔摩斯 自从萧锦鱼的儿子出世 整个安王府就没消停过 不算那些借着小王爷出世的名义赶着来巴结讨好萧锦鱼的 光是这小家伙大病小病不断 就把这对爹娘和府上那个暴脾气的大夫折腾得不轻 萧锦鱼担心是自己身上的病传给了儿子 叶千秋却断定这小家伙的体弱多病纯属自由发挥 多半是因为这一胎本来就不稳 能生下来个活的就实属难得了 何况男孩小时候本来就容易生病 叶千秋收得轻松 小家伙却难熬得很 奶孩吃不利索就开始扎针吃药 一样病刚好 就接着染了下一样 又开始一轮扎针吃药 小家伙很善静乖巧 极少哭闹 叶千秋给他施针的时候 小家伙总是眨着亮闪闪的眼睛盯着叶千秋 时不时的还对他笑笑 常常把见惯生死的叶千秋看得下不去手 孩子越是乖巧 楚楚就越是心疼得厉害 不肯把孩子往奶娘手里浇 小锦鱼更是提心吊胆 小家伙一病 他就闭门谢客 实在是非他不可的事 也将就者在一心园的书房里处理了 小锦鱼从没试过这样放手公务 真放开了手才发现 安王府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数骆驼的 越忙活越来本事 一段日子忙下来就成了习惯 连景义都能同时接手三五个案子 除了唐审过程惨不忍睹之外 基本案情还是可以搞得一清二楚的 小锦鱼几天不顾问公务 这些人照样忙而不乱 小锦鱼才得以安心地陪着儿子 亲手给他喂药 给他洗澡 和楚楚一块哄他睡觉 在这小家伙满月的时候 皇上就给他赐封了成郡王 小锦鱼给他取名清平 不求他有多大作为 一辈子清清静静 平平安安就好 清平一岁生辰之前正在发烧 小锦鱼也没心思折腾什么酒宴 赵管家却说 买月酒就没摆 摆日酒也没摆 再不摆周岁酒 孩子就一点喜气都沾不上了 以后更容易被邪气缠上 小锦鱼不信这个邪 楚楚缺信 小锦鱼也就答应了 吩咐赵管家说请几个亲戚朋友就好 其他随意 宾客名单是无将把关的 小锦鱼看都没看 于是清平生辰前夜 家丁来报萧觉冷烟求见的时候 萧觉被刚送进喉咙口的那口茶水 呛得半声没说出话来 萧觉和冷烟的来意很明确 来参加酒宴 顺便送来个很实惠的大礼 萧觉恭敬而清浅的笑着 七叔府上什么都不缺 我和燕儿也不知道该送些什么好 听说贫儿身体不太好 想着也是时候把顾先生还给七叔了 萧锦鱼这才留意到 站在冷烟山后的顾鹤年 身上穿着一件燕红的袍子 袍子胸口位置 还有个用金丝线绣出来的变了形的树子 一把白胡子编成了麻花瓢 用一根红丝带系了起来 在变烧上打了个可爱的蝴蝶结 往那一站 就像足了一件用红纸包好的树里 喜庆得很 一看就是只有冷家女人才想得出来 并干得出来的事 跟萧觉和冷烟相处久了 顾鹤年没少被一肚子坏水的冷烟 拿来寻开心 起初还顾念 这是将门之后又是皇后的金兰姐妹 后来被欺负得平凡了 萧觉还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也就不跟冷烟客气了 顾鹤年毫不留情地瞪着冷烟的后脑勺 在冷烟耳边压低了嗓门嘟囔道 你这谢磨杀驴的臭丫头 冷烟回头奄然一笑 急什么 不杀你 就给你换个磨 接着干活 说着 还笑眯眯地揪了揪 垂在顾鹤年下巴上的白麻花 好好干啊 萧锦驴不得不承认 这份礼实在送到他心坎上了 他先前确实动过另请高明的心 可想找到一个比叶千秋医术再好的大夫 着实不易 萧锦驴像气得蹊跷生烟 却只能对着冷烟干瞪眼的顾鹤年 恭恭敬敬地拱了拱手 犬子就拜托顾先生了 顾鹤年忙站出来回礼 王爷客气 都愿小徒学艺不敬 老朽则无旁贷 冷烟跟着顾鹤年去卧房看孩子 萧锦驴在厅中坐着 看着气色明显好了很多的萧绝 禁不住问道 身子好些了 萧绝笑得有点发色 顾先生已尽了全力 还是只能病得少些 其他 萧绝目光微垂 无奈地看着自己仍然贪软在轮椅里的身子 都习惯了 萧锦驴微微点头 萧绝这样的心情 他比谁都清楚 但到底还是只能说一句 好好调养 萧绝点点头 收敛笑意 轻轻醋眉 记住啊 我来这儿还有一事 萧锦驴眉心微动 声音低了一分 近两年 意图加害于你的人 我一直在场 只是尚未找到主使 眼下只能派人暗中护你 这是两年来 萧锦驴唯一上心的一桩案子 有人想要萧绝的命 两年来明里暗里下了无数杀手 每次死里逃生之后 萧绝都会想个法子 赶冷烟离开 无论冷烟如何软硬兼施 刀架到他脖子上 都没能让他低头拜堂 萧锦驴都难以想象 这两个人为此吃了多少苦头 萧绝却神色淡然的 像是在听萧锦驴唯家常一样 只轻描淡写了一句 老七叔费心了 不为这事 萧绝说吧 便用不太灵活的手 小心地从怀里 取出一个信封递给萧锦驴 萧锦驴拆开信封 展开信纸 还没看到内容 只扫着那篇熟悉的字迹 就皱着眉头 把信纸塞回了信封里 看着萧锦驴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萧绝小心地问道 七叔 这是六叔上个月找上门来 让我转给你的 他说 你要是再不大理他 他就要找到你府上来了 这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萧锦驴淡淡然地收起信封 你这次来京 也不光是为了平儿的生辰吧 不瞒七叔 秦锦驴是来京途中收到的 这次来京是为了一份黄柴 萧锦驴微微点头 没追问 直到 你和燕尔就先住在我府上 我这里总归比外面清静些 多谢七叔 萧锦驴玩耳 该我献你们的大礼 萧锦驴回到房里就发现 清平对萧绝和冷咽的这份大礼 很是受用 躺在顾鹤年怀里 萧锦抓着顾鹤年的白胡子 玩得不亦乐乎 还直往嘴里塞 两眼见萧锦驴进来 便一败而退 王爷 顾鹤年又一次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可怜兮兮的胡子 从清平嘴里救出来 小王爷身上别的毛病 倒都好说 只是生有心急 此生都要小心调理 萧锦驴轻轻点头 这话在叶千秋第一次来看这孩子的时候 两人就听过一遍了 听到顾鹤年说 其他毛病不碍事 两个人反倒安心了些 楚楚从顾鹤年怀里把儿子抱过来 笑看着还在恋恋不舍地 盯着顾鹤年那把胡子的小家伙 他可比王爷怪多了 肯定能调养好 萧锦驴囧迥了一下 在孩子生病这件事上 楚楚远比萧锦驴要乐观得多 刚知道清平天生就有心急 这辈子都离不开药 还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萧锦驴惊得差点病发 楚楚错过后却来了一句 身子再差也比他爹强吧 他不过是心脏有问题 他爹可是五脏六腑 没一块好地方 他能把他爹养得好好的 肯定也能把他养好 就这么一句 愣是把萧锦驴满心的悲哀 瞬间烧成了灰 化成一缕黑烟飘眉影了 顾鹤年看着明显跟两年前大不一样的楚楚 那会儿这小丫头就只会站在一边抹眼泪 他原本还担心 这话说出来又惹着他哭一场 没成想居然听见这么一句话 要不是顾年萧锦驴那层薄如禅意的脸皮 顾鹤年一准要笑出声来 王爷娘娘放心 老朽一定竭尽全力 这丫头脸上甜甜的笑容和清亮的嗓音 倒是一点都没变 谢谢顾先生 娘娘客气 顾鹤年给清平施了一套针 小家伙当晚就退了烧 在楚楚怀里睡得格外安稳 萧锦驴放下心来 就去书房处理又积压了几日的公务 这两年 他几乎没有亲自接手案子 但考虑到他自己办案 还偶尔会有疏漏失察的时候 所以凡是牵涉人命或牵系重大的案子 他还是会过过目 如有存疑 照样发回重审 几日下来 案卷又堆了满满一桌子 萧锦驴刚坐到书案后 手还没碰到案卷盒子 扮起的窗子疏然大开 一抹月白色闪进来 在暮秋夜晚的凉风吹到萧锦驴身上之前 悄无声息地关了窗子 打了打衣服上的薄尘 落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书案上的灯燕纹丝未动 这人轻功不及警异 武功深度和毛病广度却远在警异之上 萧锦驴不看也知道是谁 不禁无声轻叹 窗边坐着的男子身形修长 一身月白滑服 领口滚着清软的银鼠毛边 肤色白皙柔和 一张戴着清晰脑溢的脸 棱角分明 五官深刻 一双白净修长的手 食指交叉 随意地搭放在小腹上 明显一副常年养尊处优的模样 普天之下 有钱有闲 有色有胆如此的 除了那个跟他一胎出生 长他一个半时辰 天天泡在钱罐子里的六皇兄 锐王萧锦黎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锐锦黎微眯起眼睛 打亮着书案后面的人 这人已经开始 旁若无人地翻看卷宗了 锐锦黎声音里 带着薄如秋凉的火气 大前年找你 你说你到丈人家提亲 前年找你 你说你媳妇怀孕 去年找你 你说你儿子生病 现在 一先都住到你家里来了 你还想拿什么糖色我呀 小锦鱼头也不抬 等等 正编着呢 小锦黎噎了一下 白痞一般的脸上 顿时浮起一层黑烟 我是托你查案子 又不是让你犯案子 你躲什么躲呀 小锦鱼提笔圈出手中案卷上的 一处错误 没说不给你办啊 是你不肯让五将接手 小锦鱼声音低了一度 也沉了一度 是关你六嫂的绅士 什么外人人质 我都不放心 必须你亲自查 小锦鱼对外人二字轻轻皱了下眉头 漫不经心地回道 我没空 小锦鱼抓起一边茶几上的茶壶 倒出一杯茶来 本想喝口茶压住火气 保住风度 没成想 茶水刚进到嘴里 就不得不喷了出来 小锦鱼皱着眉头 掏出一封上好的丝卷 擦着嘴边的残字 老七 你这是什么茶呀 隔夜茶 小锦鱼说着 又云淡风轻地补到 隔了好几夜了吧 这几天有卷宗堆在这 就没让人进来收拾 抬眼看到小锦鱼 一副吃了苍蝇式的表情 小锦鱼浅笑着 把手边的一杯温水 往前推了推 你要是不嫌脏啊 喝我这杯吧 小锦鱼发了个白眼 这人明知道 他从小就有洁癖 绝不会用别人 动过的杯碟碗块 小锦鱼深深吸气 缓缓呼气 老七 你要是再不肯查 今年三法司的开销 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小锦鱼是给皇上挣钱管钱的 虽然平日里神出轨 莫行踪不定 但每年全国的税收 都比不上他一个人挣的零花钱多 他要是说不给三法司拨款 户部绝对一个铜板都不敢出 而三法司一年的开销 绝不是安王府一年的进账就能填补得了的 小锦鱼脸上不见一丝波澜 轻勾嘴角 你知道唐颜吗 小锦鱼一愣 什么颜 唐颜 小锦鱼静静静静静静地道 安王府门下的捕头 早年是个侠盗 最擅长劫富济贫 小锦鱼脸色一黑 老七 2 3 2 4 3 4 3 4 1 4 8